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建立AUKUS战略伙伴关系 结合了澳英美三国的AUKUS第一项重大计划 就是协助澳洲发展核动力潜舰 美国将会分享机密技术 协助澳洲制造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舰 此举不仅可以强化三方盟国之间的合作互信 传达澳洲可以与英美共同维系南海安全的讯息 也表现出美国积极布局印太战略的目标 将在网友领域带领域带领域保持安全性和确立 我们的区域需要 现在我们的关系统维系统维系统 AUKUS 是一个关系统 在我们的技术学生 我们的工程 我们的防御区 全部都在一起 为他们维持安全地障碍的地方 雖然記者會中沒有確切提到中國 但外界普遍認為這個新安全聯盟 與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強的軍事威脅 有很大的關係 亞洲協會北澳大利亞研究員 伯根斯坦就說 AUKUS確實反映出這三個國家劃出底線 開始反擊中國的侵略性行動 儘管潛艦從現在到建造完成可能要花10年 但如果澳洲建立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 未來不僅能夠追捕和集成中國的潛艦與中國抗衡 也將成為全世界第七個擁有核動力潛艦的國家 中國則是對美英澳同盟嚴正譴責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表示 各國不應該建立針對或損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聯盟 應該要擺脫冷戰的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美英澳組成戰略聯盟 除了被針對的中國感到不滿之外 還有另一個歐洲國家也非常不開心 那就是法國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早在2016年 就與法國的國防工業集團 海軍船舶集團 簽下價值600億美金相當於1兆8千億台幣的合約 建造12艘傳統動力潛艦 但現在澳洲突然毀約 轉而與美國合作打造核動力潛艦 讓法國覺得被西方盟友背叛 法國教部長勒德里安就生氣的時候表示 這種單方面突然而且難以預測決定 非常像川普會做的事 其實本來法國和澳洲這項造建交易 就有很多問題瞧不攏 澳洲特別主義法國的原因 是因為法國製造的柴油動力縮於幾億潛艦 未來可以再改裝成核動力 但是簽約之後它的建造成本卻一再的膨脹 迫使澳洲國防預算不斷上修 再來是時程都不起來 法國最快完工的時間要等到2035年以後 甚至更長 但是澳洲的潛艦2026年就要退役了 可能會讓國防安全出現一段空窗期 最後是工作機會 澳洲原本來希望潛艦90%可以在當地製造 增加2800個工作機會 但法國在今年反對這項決定 表示澳洲工業無法升任潛艦製造的工作 德國將在9月26號舉行聯邦議院選舉 選後新任總理出爐的同時 也就是梅克爾正式結束16年總理任期的時刻 梅克爾出生於柏林圍牆倒塌之前 成長於分裂的東西的時期 在位期間被德國人暱稱為媽媽的她 除了是穩定歐洲的力量 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 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而在民粹主義興起 當權者迷戀權力的環境下 這位被評為全球最近影響力之一的女性 將成為德國第一位自願卸任 而非被選舉淘汰 或遭到黨內逼供的總理 我相信這位最重要的 議題像是中國威脅 與俄羅斯合作 北溪二號線的風險等等 也被認為決策不夠大膽積極 有讓人權屈服於經濟利益的疑慮 但總體而言 他仍帶領德國 帶領歐洲 走過許多歷史上的重大危機 2008年 美國刺激房貸危機 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竟然引發歐債危機 當歐元區中過度負債的 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 幾乎被赤字壓垮時 梅克爾一面譴責華爾街金融圈 另一面更努力主導歐元區 建立常態性的紓困機制 並強調對銀行業的監管 將危機化為改革財政體制的轉機 雖然梅克爾當時強硬的準傑立場 引起希臘等國的大力反彈 靠血減公共支出 提升競爭力的做法 也受到懸數圈強烈的質疑 但最終他讓歐元區免於崩盤 堪稱是任內最大的成就質疑 2015年一張小男孩面朝下 倒握土耳其海灘的照片 引發全世界對歐洲難民朝的關注 當年數百萬的難民為了逃離戰火 以陸陸徒步或坐上救生艇 橫越愛琴海的方式 涉嫌進入歐洲 而這鬧東歐國家紛紛開始封鎖邊境 禁止難民尋求庇護時 梅克爾選擇採取歡迎政策 敞開德國的大門 不過尋求庇護者蜂擁而入 造成安置和融入社會等等的難題 網路上的仇恨言論 也讓部分民眾開始對難民 感到不安和反感 極右意境而運用民眾的恐懼 撕裂歐洲社會造成對立 梅克爾對難民的善意 以及堅持人道精神 無疑為他帶來任內 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而下一任總理會是誰 目前還無法確定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新總理一定很難 立刻像梅克爾一樣 清楚地掌握國內外的局勢 至於梅克爾之後 會由誰來掌握 帶領歐盟繼續前進呢 BBC的分析指出 同為歐盟核心夥伴的 法國總統馬克宏 可能將是頭號人選 馬克宏先前不斷提出戰略自主 減少對美國依賴的想法 對歐盟的戰略計畫 極具野心 不過馬克宏也得先熬過 明年四月的總統大選 才有討論的空間 而少了梅克爾 歐盟的法德火車頭 能不能繼續合作無間 還有待時間來證明 今年七月底 東京奧運賽期 曾經獲得四面奧運金牌的 美國體操女王 西蒙·拜爾斯 突然決定退出兩項賽事 表示要把焦點放在 照顧心理健康 政經體壇 也讓外界開始關注 運動員精神健康的問題 事後拜爾斯也坦承 2018年美國體操隊 對醫性侵醜聞 仍然造成他心裡很大的陰影 因為這個被譽為 美國體操界最成功的運動員 當年也是數百名 受害的體操選手之一 這期美國體操界 史上規模最大的性侵案 加害者是前美國奧運體操隊 對醫納莎 他已經在2018年被判刑 175年等於是終身監禁 目前正在服刑當中 但是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現在要針對受理性侵害的單位 也就是聯邦調查局FBI展開調查 釐清FBI是否失職 延誤案件的搜查 導致期間有更多人受害 15號的聽證會上 拜爾斯 馬羅尼 瑞斯曼 和尼克爾斯等四位體操選手 都出席作證 表示促成納殺罪行 讓更多體操選手受害的 不只有加害者本人 而是包庇加害者的整個體制 先年58歲的納莎 1995到2015年 擔任美國體操隊隊衣的時候 藉治療之名刑性侵之實 這30年間超過300名女性受害 有很多體操選手 第一次被納殺信心時 都還是未成年 而有的則是被性侵多年 直到長大離開體操隊為止 美國司法部監察長辦公室 7月公布對FBI的調查報告 指出最大的癥結點 就是FBI的調查流程 性侵案第一次曝光是FBI 印第安納波里斯辦公室 收到了美國體操協會 總裁兼執行長潘尼的舉報 在2015年7月受理審查 但是受理之後的兩個月 FBI才開始查訪第一名受害者 也就是初期聽證會之一的馬羅尼 而且這段訪談內容 當時也沒有留下官方的記錄 直到2017年2月才有正式的報告 不過早在2016年的12月 NASA就因為持有兒童色情照片被逮捕了 FBI沒有即時的蒐證調查 不斷拖延案件 也讓更多人受害 聽證會上四位證人都表示 在案件已經曝光 也就是從FBI受理 到NASA被抓的這17個月之間 有很多選手仍然持續受到性暴力 FBI局長當天出席聽證會的時候 也承認下屬的作業有疏失 對此表達歉意 表示FBI職員的不作為令人完全不能接受 他們並沒有負起保護受害者的責任 並且保證FBI往後會窮盡一切的力量 讓這樣的行為不再發生 好啦 以上就是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國際直升 我們下回見 最後補充一個小趣聞 這個星期聯合國大會召開 所以世界各國的領袖 紛紛飛到美國紐約去開會 包括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不過紐約市政府規定要有接種證明 要有疫苗的接種證明才能在餐廳內內用 可是極右派的波索納洛 偏偏就是疫苗懷疑論者 他堅持自己的免疫系統不怕病毒 所以他不要打疫苗 那在拿不出接種證明的情況下 他跟幕僚只好站在紐約的街頭吃披薩 面對疫情 部分國家領袖決定遠端參加就好 但針對親自到場的各國代表團 聯合國本來就規定都得打疫苗才能入場 不過就在開幕前夕 大會主席宣布 針對世界各國的總統 總理等等的領導人 將採用榮譽制度 不會要求出示接種證明 因此就算大家都知道他沒有打疫苗 波索納洛應該還是可以進到會場演講 影片最後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者呢也欣賞梅克爾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